十七级 修炼魔兽 要么在我这里碰碰运气 不过你要知道 利用传颂法阵眼来做迹 必须要在引动的过程中 先缔结契约 只有和你缔结了契约的魔兽 才会被传颂过来 我们其实 虽然可以更换作迹 但想要违背平等契约的话 就必须要做迹伙伴死亡才可以 这一点 你的老师和我 都可以为你出手 可一旦你这么做了 必定会在你心中留下阴影 对你未来的修炼 会很不利 前辈 我愿意在您这里碰碰运气 那好吧 不过 你也不要抱有太大的希望 希望越大 失望越大 老者点了点头 话说到这里啊 他似乎是想到了什么往事 独目中也流露出一丝常人 一块金色令牌出现在老者手中 只见他大袖一挥 一层金色光幕 便把他们三人笼罩在内 而光幕的上空六个奇异的符号 先后出现 周围的空间 瞬间就变得扭曲了起来 龙好臣隐约的明白 这是老者借助法阵之力 然后通过特殊的方式 在骑士圣山内任意传送 这如此看来 他们之所以能够发现有外者进入 与这法阵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金光闪耀 强光刺激的龙好臣不禁是闭上了双眸 他惊讶地发现 在这传送的过程中 刺激胸口内的漏斗漩涡 突然是剧烈地旋转起来 那速度至少是平时的死背 不过这个过程也只是持续了十秒左右 漩涡旋转的速度骤然降低 随后是恢复原装 龙好臣睁开双眼 周围的景物已经变了样子 这竟然是一处洞穴之中 东壁之上镶嵌着一块块淡金色的宝石 光芒把这里照亮 洞穴内的光元素并不浓郁 远比不上骑士圣山之中 最多也就是比外界略强一点罢了 这个洞穴十分巨大 抬头向上看去 顶部距离地面至少有着二十丈开外 整个洞穴是不规则的原型 放眼望去 直径起码要超过百丈大小 这简直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广场一般 但是这里却是空空荡荡没有任何人的存在 龙好臣低着头向地面看去 他惊讶地发现 这地面上有着一个个梯形的格子 这些格子紧密相连 组成一个个巨大的圆环向着地下广场中心收拢 每一个格子中都有着一个他根本不认识的符号 此时这些符号却是黯淡无光 不用看了 别说你看不懂 我们这些老家伙也一样看不懂 这是上古精灵文 一个已经灭绝了的古老种族的文字 我们骑士圣殿的先祖 不知是如何发现他的玄妙 我们骑士圣山这庞大的法镇 很多地方都是借助了上古精灵咒语的神奇才能完成 这里是传颂法镇之一 通过此处能够瞬间与其他平行空间相连 法镇运行一次要消耗相当庞大的能量 因此你的时间只有一刻钟 如果一刻钟内 你还不能找到与你亲近的气息完成契约 那么你这一次恐怕就真的要空手而归了 老者的声音中多少有些惋惜 像龙浩尘这样的天赋 他也是生平尽见 这样优秀的年轻人 如果不能拥有一批强大的作气 实在是太可惜了 龙浩尘听到老者的话语 恭敬地向他行了一礼 谢谢前辈 你走到传颂大阵中央坐下 我发动大阵后 你自会有所感受 是啊 龙浩尘按照老者所说 大不得走到这地下广场中心的位置 在这里 乃是一个直径大约三丈的圆圈 中央是一个最大的符号 这符号看上去 有些像是一个儒字 但却是扭曲的样子 不知道为什么 当龙浩尘看到这个巨大的字符时 他胸口内的圣隐灵卢 居然是微微地跳动了一下 盘膝坐下 龙浩尘秉出杂念 因为这是最后的机会了 叶华的紧张 一点不赐于龙浩尘 他那攥着的双拳上 也是青筋暴露 连指甲都是刺到了掌心之中 老者缓缓地举起手中的金色令牌 叶华清楚地看到 只是刹那之惊 老者能握住令牌的右手 就变成了通透的铲金之色 仿佛他的手掌 划成了宝石一般 光药之体 起界圣界骑士的标志 将自身化为光元素的一部分 修为强大的圣殿骑士 甚至可以让全身都化为光药之体 在这种状态下 他们可以让自身输出的 神圣光明属性灵力 瞬间提升一倍 虽然只能维持很短的时间 但不论是攻击力 还是防御力 都提升一倍之多 这是什么概念 很快的 叶华就发现 变成了光药之体的 不只是老者的手 他头上那稀稀拉拉的几根白发 竟然也是变成了金色 紧接着 他的头部就变得通透起来 那浩瀚如海的庞大神圣气息 宛如爆发式的绽放了出来 压迫的叶华是飞速后退 一直贴到了最外围的石壁处 才稳住了身形 完整版光药之体 叶华显现是惊呼出声 这光药之体 只要是七阶的圣殿骑士 就能使用 但秀为越高 光药之体在身体上覆盖的范围 也就越大 唯有整个身子 完全地变成光明水晶般的样子 才能称之为是完整版的光药之体 但这可是九级圣殿骑士的象征啊 也就是说 眼前这个独木老者 要么是更加强大的八阶骑士 要么至少也是九级巅峰圣殿骑士 这样的存在 如果放在外面 至少也能成为骑士圣殿 一方主殿的殿主 光药之体 覆盖的面积大小 并不会影响它的作用 最高都只能提升一倍的攻击力 但是修为越高 光药之体持续的时间也就越长 老者低贺一声 经过光药之体提升后的庞大光明灵力 灌注进了那金色的令牌之中 顿时 一圈浓郁的金色光晕 瞬间扩散 金光所过之处 地面上那一个个梯形格子内的上骨精灵纹 就像是被点燃了一般 纷纷亮起 顿时整个洞窟之内出现了强烈 而奇异的魔法波动 此刻夜华依靠在墙边 看着眼前规律的一幕 双眼一瞬不顺 那奇异的感觉 似乎令他摸到了突破三千灵力的大门 崩的一声 当所有上古精灵符文全部被点燃的一瞬 万千道光文 就从这些上古精灵符号中挡扬了起来 那强烈的金光 令整个洞穴都变得无比善良 农浩尘 只觉身体一振 似乎是有着无数庞大的光明能量 贯穿了自己的身体一半 与此同时 他的胸口内 圣隐灵卢也随之剧烈的波动起来 外界浓厚的光元素 在圣隐灵卢的牵引下 穿过了农浩尘的身体时 竟然被悄然的留住了一部分 促进他那漏斗状漩涡盘旋起来 万千道金色光文 在向上飞腾的过程中 开始朝着一个方向旋转了起来 看上去 就像是一圈巨大的金色龙卷风一般 但这里却并没有半分的气流波动 有的只是那庞大到 令人充满恐惧的光元素 又是一声剧烈嗡鸣 光文在洞窟顶点汇聚 一个巨大的圆形金色漩涡呈现在那 与此同时 就从这漩涡之中 一道金光从天而降 将端坐鱼 传送大阵中央的龙好尘 笼罩在内 而独木老者的声音 也在龙好尘的耳边响起 挑选开始了 会有无数魔术的气息出现在你的感知之中 从这些气息里 寻找对你产生亲近情绪的使用平等契约 记住 一定要寻找对你最亲近的气息 否则契约将无法成功 自然也无法将其带到我们这个世界中来 龙好尘能够清楚地 听到独木老者所说的一切 但他没有回答 因为此时他已经沉浸在 一种奇异的感受之中 当那金色光珠落下的一瞬间 龙好尘只觉着自己的灵魂 已经离体 进入到了一个奇异的世界之中 这是一个有着亿万光点的世界 这些光点汇聚成一片片光云 在他周围飘动着 而此时的他 似乎就是这个世界的中心一样 只要他目光所及之处 那片光云中就会有无数光点 涌现出气息任他简约 可是光点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 五光十侧 每一个光点的气息都不相同 一刻钟 他牢牢地记得 自己只有一刻钟的时间 这挑选的机会也只有这一次 不敢多做思考 更不敢浪费任何时间 龙好尘随便选择一片光云后 飞快地过滤着那些光点传来的气息 他并不知道 他并不知道这每一片光云就是一个平行空间 而那些光点就是平行空间中魔兽们散发出的气息 他所在的这座上国大阵正是与平行空间沟通的强大存在 也是其实圣山所有传送大阵的核心 冰冷 他感受到了各种各样的情绪传来 每一种情绪似乎都会对他的精神力产生一定的冲击 只不过这冲击力并不强烈 凭借着强大的精神力 他的感知速度极快 几乎是每一瞬间都会有数十个光点传来的气息被他过滤掉 先天精神力异常的好处在此时是彰显无一样 就要是换一个人来 恐怕连他挑选的十分之一都做不到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 龙好尘的心情也变得越来越急 令他能感受到亲热的气息实在是太少了 绝大部分的光点传递给他的都是恐惧 似乎他们在惧怕着他一样 一刻钟就快到了 龙好尘分明感觉到眼前的一切已经开始渐渐变得虚幻了 此刻的龙好尘充满了不甘 在这股不甘的驱使下他的感知又清晰了几分 洞窟之中老者一直在观察着龙好尘之所以只有一刻钟的挑选时间 那是因为这是龙好尘自身灵力所能承受的极限 之所以只有大骑士才能来到这里承受法阵的威能 那就是因为必须要这个级别的灵力才能承受住消耗 而且必须要二十岁以下的年轻人才承 一旦年龙超过法阵瞬间会反噬 此刻一刻钟的时间已经到了 但龙好尘身上散发出的金光却并没有完全消退 他脸色显得有些苍白 但依然在咬牙支撑着 此刻的老者也是暗自惊叹啊 这个少年居然拥有这么强大的意志力 他很清楚 虽然身在法阵中的人感受不到自身灵力的消耗 可只要身体承受不住 自然就会从阵法中脱离出来 没有强大的意志力 催生自身潜力才能多停留一会儿